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怎么样用在 尤其是企业的场景里面 让企业能够赚更多的钱 能够赚到新的钱 能够省很多的钱 或是能够improve一个流程 那么AI的技术还会继续往前走 所谓的了解人类这一步 还会继续往前走 计算机能看能听能说 最重要的是他讲最后一句 并且了解人类 今天非常高兴 我有机会在前面 先用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我们聊一聊 人工智能驱动的数字化转型 就是说人工智能 怎么样用在 尤其是企业的场景里面 让企业能够赚更多的钱 能够赚到新的钱 能够省很多的钱 或是能够improve一个流程 第一个部分 人工智能大概发展到了 什么一个阶段 尤其是微软研究院 更窄一点的说 我们是北京的 微软亚洲研究院 我们在过去这几年里面 有哪一些人工智能上面的突破 然后第二个阶段我想谈的 就是说这一些的人工智能上面的突破 对于每一个个人和每一个企业 它能够带来怎么样的影响 然后第三个部分 我们就更切近的来看 微软亚洲研究院 一个专门做人工智能的一个研究单位 我们怎么跟各行各业 去合作这种所谓数字化转型的落地 尤其怎么用人工智能 让这些数字化转型能够落地 那我就开始来谈谈我们这个 微软亚洲研究院 好 亚洲研究院我们主要的专场领域 狭义的这个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Machine Learning 这些领域 那然后包括Intelligent Multimedia 然后我们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领域 叫这个Big Data and Knowledge Discovery Bill Gates在1991成立 微软研究院的时候 他曾经说过 他说他希望计算机有一天能够看 能够听 能够说 并且能够了解人类 第一个就是我们讲计算机视觉 就是我们要让计算机能够看 那同时隔了一两年之后 计算机要能够听 也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 那Bill Gates说 计算机要能够看 能够听 这个我们都做到了一定阶段 他说计算机要能够说 这感觉到20年前 30年前 甚至我们在搭电梯的时候 都有一个像机器人的那种声音 这是三楼 请你下楼 这种声音 对吧 但是我们能不能让计算机 说的真的跟人说的一模一样 甚至于你完全没有办法辨识 两三个月前 我们几个做语音合成的同事 把我骗到录音间里面 跟我说Tim 你来录个300句 也就花你20分钟 录完之后呢 他们就能够把我的所有的发音方式 等等全部通通sample下来 然后接着他不管他未来 怎么样的句子 他只要打字打进去 就可以用我的声音发出来 所以我这个地方就秀给你们听一次 我就用英文念一次 他说Microsoft Speech and Language Team is enhancing its Azure Cloud Cognitive Service APIs to support the disconnected environment 好 那现在我去放出来 就是说OK 他们 我没有念这句让他们录走 这个是句子 就是他们用文字打的 打完之后 他就把用我的声音放出来 那我放给你们听看看 看跟我刚刚念的是不是很像 Microsoft Speech and Language Team is enhancing its Azure Cloud Cognitive Service APIs to support the disconnected environment 有没有 跟我刚刚刚非常像 对不对 然后我再给你们听一次 我为什么要再给你们听一次呢 他连讲到一半吸大一口气 都出现了 你再听一次 Microsoft Speech and Language Team is enhancing its Azure Cloud Cognitive Service APIs to support the disconnected environment 很有趣 这个我听了以后 觉得非常非常的惊讶 然后他们后来就 又想要骗我进这个录音间 用中文再录一次 我打死不去 OK 这不能再去 再去之后 他们可能会打电话给我老婆 然后讲很多 没有讲过的话 那我就惨了 不过Bill Gates讲的那个东西里面 他讲了四句话 不是三句 计算机能看能听能说 最重要的是他讲的最后一句 并且了解人类 但是了解人类 更高明的就是要做到 人家没说 你也没看到 但是你就知道要怎么做 咱们文然亚洲研究院在 这个去年 我们做了一个所谓的 麻将AI 我们讲gaming的这个领域 麻将这个东西是AI很不擅长处理 怎么去处理这些hidden information 变得非常的重要 那所以我们在去年 我们就在那个日本的这个 天缝平台 天缝平台大概有十万多个人 在上面打麻将 那日本的天缝平台 它就像围棋一样 它有一段两段三段 所以我们AI麻将 打尽了这个27个人的这个时段 那这是一个非常 了不起的一个breakthrough 不光是在中国大幅的报道 在日本其实也大幅的报道 这个所谓的AI麻将之间的事情 好 我讲到这个地方 其实大概就在讲一些微软 我们尤其是微软亚洲研究院 我们在AI上面的突破 好 接下来我们就很简单谈一下 这个AI用在输出化转型里面 怎么样去让个人和让企业 都产生更大的这个生产力 我们有一个好例子 我们就讲微软的这个Microsoft 365 就是说我在打一篇文章的时候 我打到这个地方 我突然说 微软亚洲研究院 然后你就可以把它一选项 它在右边那边就可以在整个 这个internet上放你browse 所谓的这个微软亚洲研究院相关的一些文章 都把你抓出来 同时它也跟你这篇文章最相关的 这个顺序把你这个排列出来 所以我自从微软 自从word有这样一个功能之后 我写报告给我老板 都变得很简单 那你记不记得 刚刚我跟你说 可以用人工智能跟人的智能连结之后 它可以让你的productivity增高很多 因为最后它产生右边这么多的选项 你一直往下拉 它有很多很多的选项 这么多选项呢 还是要你自己觉得 你看了最喜欢的那个东西去点选 所以那还是你的智能 那同时这里面是这两张图片 加上这些字 这还是你的智能 但是我们过去花这么多时间 在这样的地方 排左边排右边 然后还去剪裁那个图片 剪成正方形 这种东西通通不用了 让计算机在背景 通通把你做掉 我们同时像我们刚刚讲的 计算机视觉 语音识别 然后跟自然源处理 这些东西 我们都把这些技术 把它打包 变成一个一个的API 放在微软的语音上面 这个时候任何人 你要去开创一个新的东西 或者一个新的服务的时候 你不需要像亚洲研究院的人一样 这么辛苦的 还要去做计算机视觉的研究 去写程序 通通不用 你只要在这里面 把那一个API调出来就可以了 这些东西都变得非常非常的简单 我们的云是智能云 因为我们已经把微软的云 跟它上面的各级的平台 我们都已经把它弄成了一个 完整的一个platform 你只要任何企业 任何个人都可以调用 它可以让你的生产力增大 非常非常多 同时我们讲组织的话 就更明显 像例如说我们微软的 Office 365 Dynamic 365 然后Power Platform等等这些 我们已经跟很多的企业合作 让它的整体的企业的生产力 都大幅的进步 所以这张图里 你会看到在各行各业 各行各业 他们都用微软的 这一类的platform 去做很多的进步 包括科技能源 那今天时间的关系 你可以想象到 这里面每一个logo的背后 都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 很多企业来找我 因为我是微软亚洲研究员 对吧 所以然后我又是 悬殊合作部门的老大 但是来找我干嘛呢 就说哇 亚洲研究员 你们这么懂AI 我们来合作一个project 我常跟他讲说 你跟我合作project 没什么意义啊 我今天跟你做的那个project 其实事实上 你用微软的产品 你就可以解决了 你如果你今天用一个 现成的产品就能解决 你眼前所需要 这个速速化转型的 这个问题的话 我第一个建议 就是建议你 把自己的data 好好整理一下 然后用现有的技术 然后完成你的速速化转型 当然我们也有一些 非常特殊的project 我们微软亚洲研究 就接受跟大家一起合作 那我最后就想 简单的举一下 在创新会过去的 这一段时间里面 我们做了哪一些的research 例如说我们用AI 做股票投资 那是在大概两年前 华夏基金的这个总经理 跟我们这个汤总 跟我们一起说 在中国这边 还没有哪一个公司 或是这个研究机构 能够把中国的股票市场 做一个这个AI的投资的方法 所以我们两边同意 一起学习 然后一起设计这种投资的方法 然后后面这个太平 中国太平的太平资产也加入 所以我们一起做了一些研究 我们的这个AI 现在已经用到真实的 这个选股跟投资上面 然后我们一直都是属于 这个明天前茅 也就是说我们上了石盘之后 效果还是非常非常的好 那或者是我刚刚说过 或者是他能够帮你赚一点薪钱 这是一个好案例 这么多年轻人喜欢跟小兵聊天 那我能不能趁机教你英文 这个裴生 裴生是一个170年的一个英国公司 新概念就是裴生的这个产品 但是如果我们做出一个 像小兵这样一个东西 一天24小时 随时能够陪你练习英文 不光是打字 是真的是双方能够对话 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那有多好 对吧 所以我们就一起合作 做了一个所谓的朗文小英 就是朗文英是裴生的一个 英语教学的课程 好 所以朗文是一个最好的 一个世界级的proven 而且几十年 甚至上百年的这样一个教学方法 然后放进微软小兵 这样子的一个chatbot 这个就是赚一个薪钱 裴生170年卖书 他也卖得很好 没问题的 只是卖书还能不能卖出 更多的钱 很难想象 但是随着朗文小英 裴生就有机会 可以赚出一笔新钱 所以这是为什么 这个project也得到裴生 非常大的重视 那么我们刚刚讲到说 有赚很多钱 省很多钱 赚新钱 但还有一个可能跟赚钱 没有直接的关系 他能够帮你 改善你一个很重要的流程 就是某一个银行的行员 他有一笔 例如说债券 他想要卖出去 给其他的银行 但是他怎么知道哪一家银行的 哪一个交易员 这时候会想买这一笔债券 对吧 所以外汇交易中心 他过去的做法 就是说他有一个网站 这是过去的做法 但是我们跟外汇交易中心合作之后 我们就说 其实我们可以对这个机构 也就是说这些银行 我们可以建立他的画像 然后同时每一个交易员 他因为他有很多过去的交易记录 我们也可以去建立这些交易员的画像 我们同时我们还可以把金融产品 例如像债券这种东西建立画像 然后我们再输入市场行情的分析 这些informations 然后建构成一个什么 建构成一个所谓的推荐系统 也就这时候 一个交易员 他想要把一笔债券卖出去的时候 他不是只是登记到那边 也许三天 也许两个礼拜 有人会联络他 他是他有一个东西要卖的时候 这个系统直接就给他推荐 依照过去的这些经验里面 哪一个银行的某一个研究员 某一个交易员 现在最有可能想要买你的东西 你想想看 这个流程就得到非常巨大的一个改善 好 那我的最后一个例子 这个是一个真俊识别 我们是跟我们的创新会的会员 这个辉瑞制药 辉瑞制药是全世界最大的这个药厂 跟他们合作的一个项目 真俊 像在香港脚就是真俊 真俊本身也许不是直接得了真俊 你人就死掉了 问题在哪里 问题在于真俊非常难识别 所以我们辉瑞为什么想要解决这个问题 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 辉瑞其实有很多真俊相关的药 所以他希望能够鼓励这些医生们 去识别真俊 所以我们这个合作计划 就是跟这个北京协和医院 跟辉瑞 然后无人亚洲研究员一起合作 你只要能够用显微镜把它拍得出来 把它上传到语音上面 帮你去做识别 然后同时告诉你这是什么 这个菌 然后同时它可以用什么药 那么 AI的技术还会继续往前走 所谓的了解人类这一步还会继续往前走